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158天 试炼与诱惑 美国牧师约翰·韦伯 是葡萄园运动的先驱 这个运动对普世教会 具有深远影响 韦伯63岁就去世了 他的一生十分坎坷 韦伯一度是人们激烈批判的靶子 受尽了各样诋毁 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 刚开始 我还可以笑着面对恶言恶语 但过段时间 这就变成了一种煎熬 然而最令韦伯伤心的 莫过于跟他最亲近的三个人 韦伯曾牧养他们 如亲生儿子一般 都没有抵制住诱惑 在道德上陷入败坏 神大大使用了约翰·韦伯 但他和他的团队 却经受了极多的试炼和诱惑 这就是生活 面对生活的阴暗面 圣经从未故作镇定 避而不谈 我们往往是刚结束一场战斗 马上就迎来另一场战斗 这就是生活带给我们的挑战 诗篇71篇1到8节 在竹里有信心 本诗篇暗示 作者经历了种种困苦和逼迫 但在一切患难中 作者说 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 使我出母腹的是你 我必常常赞美你 我们可以在本段经文 看到倚靠神的三种含义 第一 祷告 你也可以像诗人一样祷告 耶和华 我投靠你 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 救把我 侧耳听我 拯救我 第二 耐心 当你祷告 并把一切重担交托给主后 就要充满盼望的等待主 主耶和华 你是我所盼望的 从我年幼 你是我所倚靠的 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 我必常常赞美你 第三 赞美 你可以在征战当中 以及征战结束后赞美神 你的赞美 你的荣耀 终日闭满了我的口 主啊 感谢你 因为在未来一切患难和征战中 我可以依靠你 新约圣经 使徒行传 四章 一到二十二节 刚强壮胆 有耶稣与你 同行 若要传真正的基督教 就要准备好迎接一个又一个逼迫和试炼 门徒因信仰被关进监狱 经历了大试炼 他们被求的罪名是 基督徒 虽然那时还没有这个称呼 从古到今 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因信仰而遭受逼迫 并没有哪个时代例外 显然 众人并没有对乞丐奇迹般痊愈提出质疑 在福音书中 行神迹的人是耶稣 在使徒行传中 行神迹的人是奉耶稣之名的基督徒 当被问到 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 彼得被圣灵充满 就回答说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全欲 是因你们所定时自驾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拿萨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今天 任何一位基督徒 都可以这样信心满满地祷告 曾几何时 彼得甚至不敢向一个婢女 承认自己认识耶稣 但他现在完全变了 彼得勇敢指出 真正的罪犯是这些宗教领袖 他们弃绝耶稣 把世界的救主定死在十字架上 在这个据耶稣被定十字架 不过五百码的地方 彼得面对群众 公开宣告耶稣和他的复活 使彼得发生转变的关键 使他遇到了复活的耶稣 并被圣灵充满 现在 彼得明白了耶稣的使命 通过圣灵 耶稣与彼得同在 并且帮助他 彼得继续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难怪这些人会稀奇 因为彼得和约翰是这样大义凛然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就稀奇 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彼得和约翰的确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 但他们是耶稣的门徒 得到耶稣的亲传 在圣言学院受训 现在 他们又进入圣灵大学深造 其实 很多被神大大使用的人 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 宗教领袖们威胁彼得和约翰 叫他们不再宣扬耶稣 但他们回答 我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当彼得和约翰受审时 有一个神迹就明明白白摆在众人眼前 成为他们最有力的见证 这位四十岁时蒙神医治的乞丐 就是证明耶稣大能的证据 主啊 请让你的圣灵充满我 请给我彼得和约翰那样的勇气 让我无论面对任何艰难与逼迫 都可以放胆传扬你的名 请让我们也能行出初代教会那些 意义非凡的神迹 旧约圣经 撒木尔记下 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二章三十一节 谨慎行事 讨神喜悦 在英语中 你就是那人 代表褒奖和赞许 但这却是圣经中 最挥之不去 最令人胆战心惊的一句话 大卫的罪行暴露了 大卫暗地里行了一系列恶事 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但神却见察一切 圣经用明明白白的语言宣布 大卫所行的这事 耶和华甚不喜悦 导致大卫犯罪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人们常说 大卫的第一个错误 是不该待在耶路撒冷的皇宫中 如果他和军队在战场上杀敌 就不会因无所事事 而心生邪念 约翰韦伟伯曾说 嫌疾无聊时 就一定会去做错事 如果我们身在正确的环境 因正确的事情而忙碌 就不太容易陷入诱惑 大卫越陷越深 他看见一个妇人林玉 容貌甚美 此时诱惑向大卫招手 大卫接受了这个邀请 他精心策划一番 第一步就是把女子接进宫来 与他发生关系 在大卫那个时代 一个身份显赫的王 的确可以为所欲为 但大卫行了恶事 还想不留痕迹 他几次三番试图掩盖罪行 却都失败了 最终 他对乌利亚痛下杀手 这就是罪的特点 罪行不可能自生自灭 势必要衍生出更多的罪 人们掩盖罪行的手段 往往比刚开始犯的罪更可怕 当先知拿丹说出这句话时 大卫一定惊出一身冷汗 你就是那人 我高你 救你 我赐给你 又将赐给你 你若还以为不足 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 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大卫本该比别人更明白神的法度 但他明知故犯 不可思议的是 神竟然赦免了大卫 这登峰造极的恶 圣经表明 没有任何罪 是神无法赦免的 没有任何地方 是神的恩典无法到达的 不管你做了什么 神都能够赦免你 但接受赦免的关键 是向神认罪 并且悔改 大卫蒙神赦免 和扫罗 神没有赦免的差别在于 扫罗努力为自己的罪找借口 而大卫坦白承认一切 大卫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然而 赦免并不代表犯罪的后果会自动消失 对大卫来说 这罪的后果极其巨大 他和八十八的孩子死了 神提醒大卫 由于他的暴虐跋扈 刀剑 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罪的后果 真是太大了 但这并非大卫故事的结局 神没有离弃他 虽然小孩夭折 但大卫还能和他相见 我必往他那里去 不但如此 神又赐给大卫一个儿子 所罗门 且耶和华也喜爱他 本段经文既是警戒 又是鼓励 他警告我们 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要持守界限 一旦陷入麻烦 就要呼求帮助 还要常常警醒 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一旦跌倒 就要像大卫一样 立刻认罪悔改 重新回到神 为我们预备的正道上来 人人都有软弱跌倒的时候 但神会赦免我们 也会修复我们 并要再次祝福我们 主啊 请保守我和你所有子民的心 让我们永远对你忠诚 佩博的补充 撒马尔记下十一到十二章 我们总是试图掩盖自己的失败 但神看得一清二楚 今日金句 主耶和华 你是我所盼望的 从我年幼 你是我所倚靠的 我必常常赞美你 诗篇七十一篇五到六节